大家好,我是王耀千 今天的影片我们主要介绍国税局的 盈利事业守得罪决战申报 关于股物方面的股东股份转让通报表 还有投资人明细及分配盈余表 它的国税局的软体 申报软体的下载、操作 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 我们做一点重点的提示 它呢包括两张 一个是投资人明细及分配盈余表 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年有做现金股利 或者是股票股利的发放 那么呢到了我们这个五月的时候 隔年的五月我们要做这个 投资人明细及分配盈余表 那这个它上面主要的栏位 就包括股东的基本资料 股东的投资的股数 还有我们发给它的现金股利金额 股票股利金额 包括说外侨啊或者是已经过世的股东 我们呢通通会列在这张报表上面 这张报表如果我们去年呢 没有做股利的发放 我们呢依然要做这个报表的申报 但是呢它里面呢就是股东的基本资料 还有它的投资股数 那另外一张股东股份转让通报表呢 它就是去年度如果我们有做股权的异动 包括买卖继承证语 这方面这些异动的话呢 我们呢就要做股东股份转让的通报 它申报说出让人收让人 然后转让的日期金额 那如果是买卖的话 那缴的证交税呢有多少 所以这张报表是如果去年度 我们股东的股权都没有异动 这个报表就不用再做申报了 好那这两张报表呢 每年要申报的时间呢 是5月1号到5月31号 那通常国税局呢会在4月多 4月中左右就会把最新的申报软体 审核程式呢 就会放到国税局的网站上面呢 让各位下载 那所以呢通常呢 我们都是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就把这个软体下载下来 然后呢用我们的软体产生出媒体档 做测试 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会呢去参考说 那今年格式有做哪一些修改 那系统呢会调整好 5月1号开始之前 就能够把这个最新的申报的程式呢 就已经做系统的更新了 好那这个下载的方式 我们这边呢操作给各位看一下 申报软体的下载 基本上面很简单 因为那个国税局呢 每年呢都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他会把最新的版本呢放上去 那我们呢下载的方法就是说 第一个到各地区的网站都可以 因为他们现在的操作界面呢都统一了 我们到他们的服务员队里面 然后呢再下载专区 申报软体下载 那申报软体下载的时候 他这里就会有很多 像像这个画面一样 各类所得啊 然后那个公司的营业税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 那我们呢要做的就是这个 营业事业所得罪电子结局 算是申报系统 那这个下载下来之后 各位呢要注意一下 就是版本的问题 现在呢就是111年的版本 所以呢这个版本号码是111.00 你要确定的就是 你下载的是111年的这个格式 好那这个.00呢 就是目前的00版 那可能在这过程中间 他有做过一些修正 所以他有可能呢就111.01.02.03.04 好那希望呢各位呢 一直都会拿到最新的版本 因为有一些他如果有一些变动 或者是有一些系统上 有一些小的问题 就是要拿到最新的版本 不过这个版本的问题 还好 因为现在国税局的这个系统 你把它下载下来安装好之后 以后你每次进入这个软体 他都会帮你检查版本 如果有最新的版本 他会提醒你 那这里呢 因为呢 他现在已经把它整合在一个画面上面 他其实呢 包括审核啊什么的这些呢 他其实呢还是以前跟以前的观念 他还是个别个别的小程式 那以前呢是分贝在不同的界面 那现在呢把它放到同一个整合的界面 不过这些小程式我们还是都得下载下来 所以呢通常呢 你只要下载这个 整合程式 这个是一个整合起来的 然后呢包括 股东股份转账的媒生审核程式 这个也要下载 包括投资人名气 媒生审核程式 这个也要下载 然后呢108年之后呢 我们呢采用了所谓的UTF8格式 所以呢我们呢要再下载一个 就是这个 BIG5转UTF8的这个转档的小程式 这个呢也要下载下来 当你把它下载之后呢 通常呢 它就会在我们那个 本机电脑的下载的那个资料夹 那你就要进去里面 那一个一个呢把它做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呢就会在我们桌面上看到一个 这个 银索税的电子结局算申报系统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注意 我们产生出来的档案 一般来说呢就是 统编点K01就是 投资人明星级分配盈余表 桶编 桂公司桶编点A01就是股东股份转向通报表 这个是国税局他要求的 他要求他们固定就是这个档名 所以呢各位呢这个也不能乱改 也不能乱改 产生出来的就必须是这个档案才可以做申报 然后呢你申报进去的时候呢 它主要已经整合在一个画面上了 所以呢我现在在我的讲义上面 这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主要的操作程序 第一个可能如果呢你是大五码BIG5的话 那么呢你要先转换成UTF8 比如说我们的桌机版的程式 他目前都还是BIG5 那云端版呢就已经本身呢就已经是UTF8了 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做这个转换的动作 第一步 那转换完成了之后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做审核 股东股份转向通报表的审核 还有投资人明细以及云分配表的这个审核 都审核完毕之后 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申报书呢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呢就会走到第四步 申报书点进去之后 这就会像底下这个画面 这个就第五步的话 就这里有个没生审核申报书就把它印出来 你可以把它印成报表 或者你把它印成PDF档把它存档 这个都可以 再来一个 那如何产生这个媒体档 那如果产生媒体档呢 在我们的云端版上面的操作呢 是这样的 跟各位做一下demo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使用者账号跟密码都输入进去 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功能都在这边 那我们要做申报档的这里呢 就点选这个申报作业 申报作业底下 补充保费内部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所得税 所得税这里呢 有一个股地平单扣条平单 这个是一月的时候 那这个投资人民基金分费营与表 跟股东股份转当通报表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这 五月的时候要做的这个 那进来的时候 确定好日期期间 那如果呢我们有什么扩建计划 预定完工日期这些我们呢才打进去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按产生 它就能帮我们产生出媒体档出来 统编点K01这个档案 然后呢另外一个 股东股份转当通报表也一样 点进去 注意一下我们的日期的 我们的时间区间就去年 110年的1月到110年的12月 那这我们的发行股数啊 我们的资本总额 那没有问题了 一样做一个产生 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到我们产生一个 统编点A01 像这样子 当我们用 Start Time云端版股系统 把那个媒体档产生出来之后 就是那两个 统编点K01 还有统编点A01 这个档案产生出来之后 一般来说我会做一个 赞存的资料夹 把这些媒体档把它扣进去 因为这样子在作业上面 我们会比较方便 而且也会跟其他 下载下来的档案做一个区隔 比较不会那么复杂 比如说我会在C里面 C里面产生一个资料夹 像这样子 迎锁税的申报媒体档 把我们的统编点A01 跟统编点K01放进去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执行我们的 那个申报软体 重新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 迎锁税的电子申报决算系统 然后第一个 它会做版本的检查 看是不是最新版本 是的话 我们就直接进入系统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刚才我说的 这是第一步 先转换档案 如果你是BIG5的格式 那如果说 我这已经是云端版的格式了 你就直接执行这两个 第二步第三步 媒体档审核系统 然后就点它 点它之后 一样它会问你说 那要不要进行版本检查 检查已经是最新的了 好 它就进入我们的那个 媒体档的审核程式 在这里 功能选项 选择第一个 左边的这个 决算审核与申报作业这里 然后呢 去找我们的那个媒体档 在哪里 统编点A01 OK 正常的就可以直接 产生之后 那你可以直接就 申报上传上去 然后再来一个 投资的明细及分配 这个也一样 审核 然后是不是最新版本 是的 那执行进入系统里面 好 一样 审核与申报 就做这个 审核的作业 你审核完成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那个信息的方块 像这样就OK了 那你可以上传 或者是列印什么通报单 那通常呢 我这个审核过了之后呢 我会习惯把它列印出来 列印成PDF档 存档下来 存档下来 因为我们自己也要做记录 留档 那这里呢 这个申报书 进来 然后呢 媒生申报审核 这里有一个 读K01跟读A01 读取进来 然后呢 去读那个档案 读取之后 它就会产生出来 这个报表 一般来说我会习惯 就把它列印成那个PDF档 列印成PDF档 因为PDF档可以存档起来 那A01也是一样 读取出来 然后它会产生 读取出来 一样 就把它列印到PDF去 然后就把它存档下来 这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申报的媒体 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里我们有 我有把几个重要的画面 都把它抓下来给各位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 操作的桌面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 都要也欢迎 随时加入我们公司的line 那我们这呢 会是一个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